弟子万依扣掉了 要忏悔又如何忏悔呢 万依扣掉了也要忏悔 你不是很忙吗 万依扣掉了是要忏悔如何忏悔呢 万依扣掉了 扣掉便补回 还要扣掉 有人补了不是 他心想为何我这么坏 人家不甩就会甩 你不要这样想 万依扣掉了便补回 你发觉要甩就补回 不需要忏悔 别人都不甩 这不关事 该如何解释轮回因果 我能令不相信的人会相信 更容易接受修学佛法 我以前也不懂得说 我初初学佛的时候 不懂得说佛法 但我不断说 尽量去说 慢慢训练也会说 你要自己自我训练 你一样可以 请问工作和生活的角色 都不是很好的转换 本人是位法律工作者 十年的职业习惯 判决裁判 就养成了好坏善恶分明 生活中总举着善良 正知相害别人也相害自己 自觉缺乏气量缺乏原容 如何放下我执我相 不仅仅法律的人有我执我相 很多众生 一切众生都有我执我相 不一定是法律的人士有我执我相 有些不是法律的人士 我执我相更加大都未定 所以不是因为你的职业 当然职业里面有职业性的思维 习惯思维是这样的 善恶分明 因为善恶分明 可以令到你很固执 某一件事很固执 这些固执每个人都有 但对于法律的人士 如果你修学佛法律更加好 有很多在文国末年的时候 有两三位法律的人士 真是很奇怪 法律人在法律里面做得很成功 其中一个人在法律里面成功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其余 当他快要退休的时候 他未退休 他退休的时候 他经历了一次人生 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每一年里面 有几次 他一睡觉便要睡个月 或者睡十五十六日 他在做什么 他是被阴间的判官 请他去做判官 请他去判案 因为阴间的判官认为 阴间看到阳间的一切事成 这个人的判案 挺公正而明 因此 因为他缺乏人选 因为这个工作找不到人做 为什麽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那麽容易 让人做的 要那些法律的公正人才做 找一找一找 都是这个好 到时便请他 第一次是怎样 一睡觉 有人在梦中便说 我们想请他去判官 请他去 一睡睡了十五日 又不用吃饭 有时一睡睡一个月 如是者他判很多案 这个人判完案 一直判完 便写了一本书 我不记得一本书的名字 《幽冥问答录》 里面有一个叫《幽冥问答录》 就是另一个人跟他写的 《幽冥问答录》 《幽冥问答录》 就是地府里面的人 鬼道的人是怎样的 他们有没有婚姻 鬼的时候怎样的 情况全部都写出来 就是因为他在法律严谨 所以请他做判官 真的有判官 大家要留意 所以不要做坏事 善恶分明 你以为做了坏事没有人知道 举头三尺有神灵 你做每一件事都有记录 你的手机和你记录 你走不掉 今天在农场工作时 在农场工作时 吃了两粒桑子 吃了之后 记得 未有闻常 遇弟子是否犯戒 幸好你是早上 如果下午便便犯了 前五戒便犯了 你吃水果 但我便说你没有犯戒 因为你是出波 在农场工作时 出波 出波的人 我们说明 你有什么便吃什么 有水果掉下来 我们准许你吃 你不是偷 你不是偷 虽然是不属于你的 但你现在是为常住服务 你掉了一粒水果 便吃掉它 你不吃掉便扔掉它 便吃掉它 有什么所谓 一大堆在这里吃 一大堆在这里吃 你割了便扔掉 先说明 这里的常住是给你吃的 你不怕 你哪有犯戒 不属于你的东西才是犯戒 现在说明是给你吃的 但你没有割 那些便不要吃 因为你都没有帮忙工作 你在厨房里面 厨房里面的东西你不要乱吃 不是说法师说厨房可以吃 打开那个冰箱 就认你吃 不是的 你要看情况 吗 不那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